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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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是属于绿茶的一个品种 这是把它调软了吗还是 问一下杯子 啊 它是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在中文语中我们称为 茶 茶 像中文语 是茶 绿茶不能开水 85到90度 为什么会坏了吗还是 对会烫坏 它的滋味 影响它的口感 我认为 茶 茶 是从中国 从鸡蛋糕 因为在古代的时代 在古代的时代 Turkey在鸡蛋糕上 谢谢 你感觉到什么味道吗 就是猪香 然后又花香 我生长了 在喝了 Turkish Tea 所以 Turkish Tea 是最激略的品味 你 ех苗 于对 enter 热水 像茶文化、砂糖文化、古代文化 我想知道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可以找到更多的东西 东西和中国文化 我们这边展示的这些词器 大多都是演绘了一些故事的题材 非常有烟台当地特色的八仙过海 但是我就知道的是葫芦的那个 葫芦的是铁拐礼 对吧 对 其实这是一个文化 当你看到葫芦的文化 你可以看到中国文化文化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东西 东西很漂亮 这个是松朝的吗 还是 明朝的 有点像土耳朕那种特色 就是颜色 花纹很相似 对中西方的这样的文化交流 反映到了我们的器物之上 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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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特别的 在葫芦的文化中 我看到了很多葫芦的文化 在中国文化的文化 然后你体验完之后就可以带走 哇 好漂亮呀 看起来很细 很细 很细 而且有艺术 我们的剪纸是需要耐心细心专心 对我发现嘛 因为做得快的话 不漂亮嘛 对 我们燕台剪纸已经有六百年的临时了 六百年 对 剪纸是世界肺虎之文化一产 好的 好我们的作品完成了 哇 这是一对 你可以拿是吧 两个 对 对 我也有关系 我更加训练的文化 现在在我的咖啡店里面 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中 我们在我们的简单里面 有很特别的酒 我中西方和鲜汤的品牌 中西方的酒 这是人们喜欢的 这种食品 那就是很好的 未来 我想我会有更多不同的 中西方和鲜汤的文化 因为他们就是我 to Turkish who is living in China learning more native more local Chinese culture